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两年前卸下立法委员职务的林洪迟,退休后在家寒一弄孙,日前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登门拜访,邀请林洪迟出任竞选总干事。 林洪迟今天受访时说,侯友宜愿意为民众出生入死,相信未来当新北市长,一定会用心照顾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 侯友宜今天出席板桥区里长座谈会,当场宣布林洪迟将出任竞选总干事。 林洪迟说,侯友宜在三四周前找他,当时他也不清楚要做什么,心想可能是侯友宜要竞选新北市长,属于礼貌性拜访。 没想到侯友宜阐述竞选理念,并邀请他担任竞选总干事,林洪迟唐道,一时之间他没有心理准备,希望考虑两天再给答复。 经过两天思索,他认为,侯友宜是很有正义感及爱心的人,过去担任警察出生入死,虽然他以前和侯只是公务上的往来,但可以体会到,侯友宜是一位愿意为民众出生入死,爱这片土地的人。 如果有机会担任新北市长,会用尽心力照顾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 林洪迟说,他被侯友宜那份心意大动,也觉得自己责无旁贷,希望一起和侯友宜努力完成一件事,让新北市未来更好。 他强调,重点不在于帮助侯富,是帮助新北市民的未来,他希望尽一份心力被问到未来如何复选。 林洪迟说,大家目标一致,该怎么做,该怎么努力,不分彼此,整个竞选干部只要一心就好,不要分什么样的工作。